身体的活动是业,心理的活动也是业 因此,我们应该要留意自己的心念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不好的念头 但实际上并不会真正的去做 因此,大多数的人认为 对于没有付诸行动的念头是不需要负责任的 假如我们的心会造业 其实心本来就是造作的 我们以世间法来讲,也曾经有人这么讲 心是功化师 那其实我们在佛法来讲 心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其实心它有产生的过程 它首先的过程是从事产生的 然后是再演变为意 然后之后再产生为性 因为假如我们的根碰到我们的尘 其实它只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内涵 那这个认识的内涵 只要加上跟我们的这个意来结合 才会形成我们的心 那假如我们的心能够好好的把它管住 那我们的心就不会去放异 也不会心缘异 所以心当然它就有产生了一些力量 那这个心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把它管住 它有可能会去造业 身体的活动是业 心理的活动也是业 对一个菩萨行者来说 心存歹念等同于梵界 因此我们应该留意自己的心念 并对自己的心念负责任 十方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